主持人 我跟Soo這次排練特別有默契 我們是笨哥 我們這個作品是最優秀的作品 就是兩個人全部晉級 我跟韓昀哥合作 我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這次我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晉級的比賽 我要跳好這支舞蹈就夠了 歡迎 這歌太帥了 我能聽到一種就是讓我一下 哇就這個歌 他選了一首全世界最好聽的歌 對 什麼歌 你猜要會誰的歌 這首英文歌先說 你一定知道這首歌 歌手年齡還蠻小的 歌手二十 二十上 二十上下 二十上下 最高總是我的歌 哈哈哈哈 我跟他當時第一部選歌 我們就選了隊長千禧的歌 平常他們選了我的歌 反而我挺開心的 而且我那首歌 鼓點特別好看 而且也都是 特別碎 特別isolation那些鼓點 我覺得 跳完面的時候 跳成會特別帥 幫音樂吧 師傅 我們在北邊 日本人主題 在北邊 旅行 年對 尤其 嘴巴 都扭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刚刚看完这个作品 你们是否喜欢这支作品呢 所以请你们投出你们最公正的一票 这个排名至关重要 三 二 一 开始 请工作人员计票 我们先让两位来谈一下 这支作品你们觉得表达的如何 就是听完这首歌 当时我们两个分开听的 我第一感觉就是 我想做一次不一样的自己 我想去尝试 我想去挑战自己 所以这个作品 我跟苏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 是个优秀作品 那如果我们没有得到 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自己真的是 从排练到今天跳 到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特别开心 特别舒服 谢谢大家 其他三位队长 对这支作品有什么看法呢 小猪哥 如果今天这个作品 是我来设计的话呢 我会设计 灵魂出窍 那怎么玩呢 我来做个演绎 灵魂出窍很简单 那个韩宇你先躺着 你随便躺着 躺地板 然后那个音乐 待会一样照那个音乐照放 躺平的 我压脸上面 那个音乐 音乐齐 让这个两个人的那个身体会分开 灵魂出来跳完之后 你会来醒来再跳 如果我的设计 我会这么设计 会更清楚一点 大神 大神 什么 这节目组还说 要不要让咱们四个来一场战斗 我觉得我可以放弃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用这样的搭配 因为从一百进四十九那期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看韩语跳舞 我是第一次认识韩语 我们也是 然后韩语那个时候说自己以前是跳舞学 然后自己想尝试学习尔本这方面 对 因为苏是 就是一个纯的尔本变舞师 了解 想说可以出一个 让他自己 先的突破 了解 好的 按照赛制 主考和队长 力量天使 必须选择一个晋级 另外一个好弹 任何结果都还没说出来 他就必须要先提出一个晋级 是的 还好 我的队员只剩两个 我好清楚 我觉得我 我突然觉得我好轻松 比较 哈哈哈 不是 你剩两个也很难的 那还好 还好 不会有剩下那么多人那么难的选择 哈哈哈 你很乐观 我们应该要向他学习 乐观的弄得太多 虽然有两个 但是两个非常的精英 留一个 我就说有一个选手 在我这个组里面都会有可能拿冠军 有的时候自我安慰是一种特别调节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你这么需要安慰的人也是不错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 他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们怎么说他应该自己应该心中有一些决定 没关系 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你要让我们说肯定让人爱把强者都抬 刚才吧 你别闹 我觉得好阴险 你别闹 他说要我啊 要我一定要把韩语 你我这个组的把强者全都抬掉我这个组的可能 我这个组的可能 我先淘汰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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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哥 是 天启哥这样 因为观众呢一定会觉得说你一定会保住韩语 不如这样我们反向思考把韩语先淘汰掉 对然后直接来一个反转这节目直接这样就好看啊 绝对好看 上就是街舞 对 哇你们两个想法都很一致啊 这个反转我跟你说没有任何观众能想得到 我们不要让观众猜到对 逆向思考 好那咱们猜投票吧 投票 好 好来 选韩语的 接受 咱咱别捣乱了让让好想就开始戳嘴了 哈哈哈 我之前是咬嘴唇现在戳嘴呢 倩玺队长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我选择的是 因为观众其实不知道 这种风格对于韩语来说是什么样的挑战 因为韩语一直是 啊那种 pop 特别多的那种 然后所以 urban 他跳的里面也是正感然后质感都是很好的 苏 他的风格一直是那种很内在 表达自我那种 反正跟我的风格也很像 所以我会一直很喜欢他我会 一直挺他我觉得会他他会很不错在编舞方面 就有点好想的 怎么会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意思的